大家好, 又來到Start Talk的時間 今集的Start Talk嘉賓找到有… Rock Mui 你好… 你好… 有開演出了 對… 我想說, 私隔兩年了 這次開演出和上次開演出的感覺 有多不同? 也有多不同 兩年前的我, 個人的性格也很不同 也都是, 譬如當時簽了大的唱片公司 身邊工作的人多很多 現在以獨立歌手的身分 又有不同的經歷 譬如現在自己做老闆 很多不同的工作開支要自己管 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壓力大了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 充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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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內 所以反而個人心態上輕鬆了 很多事情都自己作主 譬如不喜歡做的事 說一聲就可以不用做了 雖然以前也不用做不開心的事 不過現在的自由度更大了 不止有招累 患有惡氣 跟我走 撫遠地 因為平時大家會看到你妹妹 又是樂妹妹 所以結他永遠都不會離開你 是的 但我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今次我看到演唱會的文章 就說你簡直是躺在結他的棺材上 是否一玩就玩得比較盡 要告訴別人你是生於結他 死於結他 死於結他 即是極端一點說 對… 真的這樣想法 也是的 尤其是這兩年一些不開心的經歷 你這麼想放下這些經歷去重生的話 不如我們直接把你埋葬吧 他便想到結他棺材這一個想法 我便很喜歡 我覺得有時候你真的想去改變的時候 你不得不將過去的往事殺死 即是你真的要埋葬它 你才可以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剛好…我快要三字頭了 不如一拼就將它們全部放棄了 然後再找Yi填詞的時候 他便幫我寫了一首歌 叫做《二十九歲的鬼書》 所有東西天時地利人和 便變成了一個死亡的項目 我也希望真的可以在三字頭之前 可以真真正正地放下舊有的我 去重新調整一個新的行動 回顧過往的二十九年 你沒理由說扔下就扔下 總有一些很滿意或開心的片段 或者時刻 一路引以為榮的就是《二十九歲》 因為明哥雖然他經常跟你說 其實是近期的事 是今年年初的事 我認識了他十多年 對 明哥雖然對外經常會說 很欣賞兩隻妹妹 即是十七歲 但他私底下從來都不會跟我們說這些 你最近怎樣?有否拍拖? 即是我們私底下… 我反而八卦 對,即是八卦的他 這個爸爸只是八卦而已 通常我們私底下是多說無聊的事 但我記得這年初 類似是跟他說 不過我從來唱歌都沒有信心 即是我彈結他有信心 他便說 不是的,你唱歌從來都感動到我 因為我有學唱歌 我便問他 是你現在才這樣覺得 還是甚麼時候開始覺得 他說不是的,我又撿你回來第一天 我已經有感動了 然後我就… 無管動了 是嗎? 我小時候十五歲 Harry Potter的樣子 你已經感動了嗎 然後他說是 天如山地 捱到短氣 不去笑 變成你 知道有這個病的時候 你自己是不是都… 整件事挺恐懼 恐懼? 哇,我怕得慘了 很害怕的 因為又不懂得怎樣去面對 亦不想承認 我也覺得自己是聰明的 即是我懂得及早去找心理醫生幫忙 兩年前做完表演之後 做完表演之後 就開始有這個病症 對,有病症 即是覺得做甚麼都沒有滿足感 不喜歡看書又不喜歡看電影 又不喜歡約朋友出門 那你會慢慢感覺到 為甚麼做甚麼都沒有心機 太亢奮就會睡不著 會做一些很衝動的決定 例如甚麼呢 例如凌晨下街搭巴士 不知道去了長沙灣哪裏 然後要找Google Maps 才找到路回家 會做這些很任性的決定 例如打場 或者會… 我個人會很… 很刺激 即是我個人忽然之很亢奮 要在家跳舞 其實你有否反問過自己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大家覺得你的印象 其實我本身也覺得你是很樂觀的 因為大家覺得你喜歡彈結他 玩音樂 應該可以抒發到情緒 你喜歡跑步 我記得參加馬鈴蟲 那不是以前嗎 對… 不知道呢 我想我是工作狂 就算不用工作 我都會逼自己在家 譬如一定要寫到歌 一定要做到模式 就算不是在工作也要寫文章 一定要逼自己做到工作 不讓自己停下來 對,現在就很在乎自己 又沒有休息 譬如我今天做完工作 明天我就不會工作了 我現在… 挺開心的 很開心的 我也不知道挺想的 對,我現在學生了 為何要自己當老闆 就是因為我可以這樣 在工作之前,不如去放假吧 不如去… 你是反傳統的 不如先去旅行吧 你真的打算去旅行吧 對 我不是開玩笑的 不如開場之前那幾個禮拜 去旅行清清自己的腦袋 是 令自己吸收一些養分 吸收一些靈氣 現在的心態真的變得很大 聽你這樣說,自己挺辛苦 吃藥有辛苦,各方面的 有否想過有一刻 其實盧依童在娛樂圈 可能未必會繼續做下去 有否這些想法 有 我打算不做這項 我沒有辦法跟傳媒或記者溝通 我連朋友也很難溝通 我15歲入行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歌手 我其實不懂得做其他事情 明哥很甜蜜 他第一句就跟我說 他說 不要緊的,我們會養你的 我還是覺得有淚湧 我真的相信他會養我 他說你是我們的女兒 其實紋身跟你這個病 有甚麼關係 我很想用一個紋身去告訴自己 過了一個很難過的關口 而且去提醒自己 其實我自己很堅強 我就告訴紋身師傅 你幫我紋一個身吧 你真的紋身那麼紋 就是紋身紋 對 紋身紋 加上我很喜歡她的風格 我就說 我給你女生紋,你紋吧 很多女生都很緊張自己的皮膚 外表各方面 你也是這樣 你來的 我不是一般的女生 早期其實你自己也沒有信心 公開給別人 對… 我看你穿長袖衣服 遮住了 對 因為以前人會藏起來 比較在意別人怎樣看我 又會覺得 如果讓你看到我的紋身 你會否覺得我不乖 或是你會否覺得我很壞 或是你會否少了人喜歡我 但現在就覺得 我沒有能力令所有人都喜歡我 唯有做自己 在今年年中 因為應該是金像場 我再見到你的時候 對… 你簡直是有一個大解脫 一路開心了 對… 應該是第一次公開出現 很陽光地告訴大家 盧凱洪回來了 那次真的… 也有一點點心態 有一點點心態 對… 就是不用再怕 是有這種心態 在病時失眠 我在一年之內畫了一百幅畫 我以前不懂得畫畫 我不喜歡 沒有畫畫的想法 但到前年才在一年之內 覺得畫畫可以抒發自己的情緒 所以開始畫 但你很厲害 你特地用左手來畫 對 因為左手… 我是聽心理醫生說的 他說左手可以抒發右腦的感情 是 所以叫我用左手畫 那畫畫下就自己喜歡了 對 完全不用用腦想法 可能聽著音樂 就一直在畫畫畫 我最喜歡了撥蜜 其實沒有程度上都是一種… 抒發 抒發 你不用打牆了 你撥蜜 又不會傷到手 這樣一邊撥一邊撥的時候 就覺得是一種大解放 探望出來看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有甚麼不同 有 每個階段都很不同 例如初初是很混亂 代表思緒也很混亂 所以所有顏色都炒滿一疊 看到是有點不舒服的 是 這個人真是不知做甚麼 到中間就開始有些無筆字出現 那些字都是反轉你寫的 我因為是左手寫所以反轉 左手寫 然後到後期… 由此證明你很有藝術細胞 聽說特朗誌也是這樣寫的 真的到你看回頭才會了解到 原來那個時期的我 是想這些東西的 所以創作也是一種日記 有否打算繼續畫下去 也會繼續畫 但要等多好幾年才會再開一個畫展 因為現在畫的速度慢很多 即將快到三十歲 也領先興奮 興奮了 是嗎 對 覺得終於可以重新打電話機了 重新打另一個大佬 希望你繼續打大佬 會 好,加油 謝謝 希望越來越黑心 謝謝… ,加油 говорю 可以 足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